拆卸控制器 用T15梅花螺丝刀依次取下双蓝色线的过热传感器插头 红蓝棕色线的风机插头 双黑色线的油泵插头 棕黄色线的电热扇插头 用梅花螺丝刀撬动过热传感器支架 并取下过热传感器 用梅花螺丝刀卸下固定控制器的三颗螺丝 取下控制器 拆卸控制器完成